人家告訴他說這是一個很多靈異事件的地方 他就是對別人說窮逼虧鬼可怕 哈囉Live生活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影星 我是白潤英 我們今天要來推薦我們兩個所主演的電影 《鬼門之蝴蝶大廈》 《鬼門之蝴蝶大廈》將在11月1號萬聖節檔期 在全台各戲園上映 歡迎大家進場觀看喔 我在裡面的角色是阿迪 然後他是一個很單純的小朋友小孩 然後他跟他的阿嬤一起相依為命的 在這個蝴蝶大廈裡面的雜貨店經營 然後裡面會發生一些很詭異的故事 那究竟是什麼故事呢 請大家進戲院看 而且最恐怖的是你有 喔 我有那個陰陽眼 所以我會看到一些我們不太該看到的東西 那我飾演的是一個從外面逃離更大的災難 來到了蝴蝶大廈想要在蝴蝶大廈稍微歇息安身立命 一下下的一個帶著女兒的單身母親 那不過似乎是來錯了大廈 這大廈裡面的事情也太多了 不過他沒有錢 所以當人家告訴他說 這是一個很多靈異事件的地方 他就是對別人說窮必虧可怕 對我來說窮必虧可怕 所以這一對母女 跟這一棟大樓的命運 將會產生什麼樣的連結 而且他們最後會以什麼樣的方式 是振脫還是這輩子都逃脫不了這樣子的輪迴呢 請大家11月1號來電影院看 鬼門之虎蝶大廈